開始了 雅晴這邊球拍出現了斷線 是折輝的斷線 所以雅晴先把他的球拍給他 因為他離換球拍電話比較近 這個也太聰明了吧 第一次看到 不是你本人自己斷線 你的partner斷線 然後你先把球拍給他 這應該就是 還是有他一定的默契在 不過很可惜 最後這一球的落點在界外 但是我們剛剛真的看到一個 反應非常快的一個 換拍然後再到場邊去換另外一個拍子的情況 對